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方面觉得毕竟已经在这产业里面看到很多的需求 那你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不去解决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把这个问题给好好解决 虽然中间的付出是非常巨大 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 了解 那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您的产品跟您的技术这一部分 我们产品是在做工业用的系统 是智能制造跟现在讲的工业4.0智慧工厂中间做的智能排成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安排工厂中间的每件事情 该在什么时候去执行 比如说什么时候进行采买 什么时候进行加工 一切一切的安排做这些规划 就是我们系统在做的事情 是 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中刚刚你有提到说 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是 那在这个过程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那你刚说是怎么样去突破 其实做这个东西最困难的点可以讲 一个是技术 技术突破 不用讲那是自己公司内部的开发力问题 另外一个是市场需求的 怎么去对接到你的产品上的突破 因为你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是你想象的好处叫做好 所以你永远是要接受市场声音 因为他们是最后买单的使用者 而这个困难 你怎么去把它真正的想法收集回来 再把它改进到你的产品上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反复 而且是需要有人愿意真心跟你讲 他真心化 不然基本上你都是被打发掉 所以这中间是要想办法去找到 真正客户的声音 这样子 那是怎么样用 您是用哪一些方法去突破这个困难 然后是怎么样去坚持下来 好 市场如果说技术性突破 那不用讲就是继续开发 无限的投入人力开发 就技术可以突破 但如果是关于市场的突破的话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使用者如果真的买这个产品 就借由他买产品之后不断的去跟他做访谈 所以去关心他 去把他的需求收集回来 这是买产品的客户的方式 另外一次如果还没有买产品的客户 你就把这个产品拿去给他 所以你来试用 你在试用的过程中间 我把你的这些情境套用在产品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产品对你的工厂它的成果是什么 所以借由监理对产品信心 另外一方面我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可以收集到客户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可以看到产品有没有用 我可以看到他想要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双方都有利益的合作方式 所以客户会接受这种方式 了解 这样听起来你们其实有大量的专业经验 以及就是现在慢慢的再去稳定 那在这个品牌上 您最终想要给大众的品牌的印象是什么 又或者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信念在里头 品牌印象的话 因为我们是做新创 新创团队基本上就是技术开发力激重 所以我们希望做出一个 是在领域里面非常技术专精的一个产品 所以电脑上他们讲Intel Inside 我们的团队 Chris团队的产品叫做Impax 所以我们希望做到Impax Inside 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就是智能制造 中间做排程系统的团队 排程系统的引擎是我们提供的 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讲 我们在这个产业中我们是占了 这个领域的排程的一席之地 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是在这个排程里面做的 TOP 对对对 那让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你们去做出来的 对对对对 OK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那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是就是可能三到五年内想要去达成的 或者是说最终的愿景是什么 三年计划 原本三年计划是在三年到欧美市场去 但是现在一起的状况三年之后 可能目标还是希望放到欧美市场 一年的市场一年的目标是在大陆 二年是可能往日本 三年是到欧美 因为欧美市场它毕竟在世界上 工业制造的系统工业软体它是世界领先 所以我们希望能登上世界的舞台去竞争 去知道我们东西是不是有办法走上世界第一 嗯 了解 所以您现在是在大陆什么 嗯 对在台湾是研发基地 台湾我们也做业务推广 然后做产品开发 但是大陆我们就是做把市场 产品做完之后去推广市场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市场 这样子 了解 所以现在主要是产品在大陆这边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就是请大叔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有人他是想要进入这样子的产业 或者是说他想要创业 那您会想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话可以跟他们分享 嗯 如果要讲创业的话 老实说你有一个梦想想实现 但是这个梦想你可以投入多少 要先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嗯 创业这件事情搞不好会耽误你十年到二十年的人生 嗯 但搞不好会让你成功把你的梦想实现 嗯 所以他的 投入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非常巨大 嗯 在创业之前真的必须要清楚 你到底想不想要创业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本事去消耗这么多的时间 消耗这么多的你的生命 嗯 这件事情里面 所以我讲到创业可能有三件事情 嗯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做的东西 是真的有价值吗 因为一个事情没人做 要么就是没价值 嗯 要么就是太难 你一定要确定这东西是真的有 事实上是很难 没有人跟你竞争 第二个是你要学会面对挫折 嗯 你有办法克服这些挫折 你要知道失败 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要怎么克服过来 再来最后一个是 除了技术之外 技术 大家都是秉持的技术来创业 大家都觉得技术有就很厉害 嗯 但技术只是成功四分之一 另外是你的 这个行销 管理 跟资金 嗯 如果你没有另外三块 你有再好的技术 你是不会成功的 嗯 所以除非你真的有信念 你有本事 把这四块拼图都收集到 你也确定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你再开始想创业的事情 嗯 嗯 所以我建议真的要做的话 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嗯 了解 那针对像您的产业的话 嗯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 嗯 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像我们是因为是做制造业 嗯 做制造业的 它里面的东西是日新月异 嗯 所以有两个点需要去非常注意的 第一个是 就是 你现在投入开始做 等你的产品做出来之后 市场 是不是已经有更新的技术 你要确定你的东西开发出来 市场还有这个需求 嗯 不然如果你的东西开发出来 早就已经变成旧的技术了 是没有什么 开发的价值 再来就是这个通知性 因为在智能制造 其实大家百家争命 通知性很高 嗯 一定要确定你这个技术 是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去跟别人竞争 而且大厂很有可能会看到你技术之后就开发出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你要确定这个技术门槛是抓得住 嗯 了解 那这一块你们刚初有就是 特别去关注 然后知道说未来的趋势走向的这个部分 有有有有 在穿越之前我们都已经做过充足的功课 嗯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具体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说 嗯 什么方向可以去做到这件事 其实真正要穿越之前 像我们的做法就是从专案开始 因为专案你是有一个期程 比如说半年或是一年 我开始到结束就是一个产品的结束 所以藉由这个过程中间 你可以把你现在想要去创业制造生产出来的产品 变成是一个专案 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收集到客户到底想要什么 嗯 所以了解市场需求 因为我们过去就经历了非常非常多专案 大家都指向这个东西是有需要 但问题是价钱太高 所以我们就确信了 这个事情是有解决的 意义 嗯 它的目标就是要把很贵的东西变得很便宜 让大家都可以用 嗯 对 所以可以用专案的方式开始切入 嗯 了解 所以说在开始之前 可能可以透过大量的模型 或者是说大量的专案的方式 是 去 获取一些经验 对 获取市场真正的需求 确定你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了解 因为我刚从大树的分享里面也有听到说就是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失败的经验 当然 那其实您也是透过这样子去累积到现在 嗯 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就是可以采访大树 嗯 嗯 对啊就是感觉到您真的是一个逻辑很强 然后就是对于自己的产品 跟就是您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很有信心的这样 谢谢谢谢 那也今天真的很感谢 好好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 say goodbye 干杯 呀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